重庆淫关雷正复不雅视频案 日前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不过党媒对于雷正复是被害人这一身份的描述 却令民众感到错愕 民间舆论一边倒得为赵洪霞鸣不平 并怒斥当局袒护贪官 此外还有评论认为 雷正复案此前一直在薄熙来的庇护下 未能浮出水面 案件的开审或许将预示着 审理博案的前哨站已经打响 5月2号中共喉舌人民网报道声称 赵洪霞因涉嫌敲诈勒索雷正复 与重庆另一名官员共计500万元人民币 与萧华等其他5名同伙犯罪嫌疑人 一起被移送检察机关 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消息一出 立刻引来了民间对当局一边倒的质疑声浪 网友们担心 在客观上起到揭发贪官作用的赵洪霞等人 可能因此遭到重判 而真正应该受到惩罚的贪官污吏 则可能逃脱罪责 在民间高分贝的抨击声烂下 另一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终于安耐不住 5月3号高调为雷正复喊冤 发文直接了当地声称 赵洪霞并非英雄 雷正复也是受害方 雷正复称说话人 多么可笑一件事情 说中国是比较有特色的 时时会闹笑话 雷正复书记等十一名官员 至今还被我们党称为同志 按照中国共产党继续处分条约 他们利用公权力和疑性发生性关系的 必须双开 布亚视频事件曝光人 中国调查记者朱瑞峰认为 当局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延续了一向以来的不透明手法 涉案官员事实上并没有被双开 官媒的报道只是在玩文字游戏 说这个雷正复是受害方 即便是用脚想问题也会知道 这种说法一出来 必然会被民众痛骂 但是环球时报就非要做 那么雷正复是不是受害方 把话说白了吧 嫖客呢找机女 嫖客是受害方吗 这个道理要再明白不过了 有人强迫这个雷正复非要找赵红霞了吗 还不是雷正复生活迷赖 他自己找上门了吗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指出 虽然大家都知道环球时报 只是中共打人的棍子 但正因为有这样无耻媒体的存在 才使中国人更加清楚的看到了 中共的丑恶嘴脸 美国之音评论文章 嘲弄环球时报说 环球时报的逻辑 只要是有正义感的人 都会感到匪夷所思 他表示支持欺诈践踏小民的雷正复 鄙视小民赵红霞和支持他的中国公众 再度向世人展示了他如何的立场坚定和旗帜鲜明 雷正复就是一个典型的贪官 淫官 这样的人呢 环球时报还要挖空心思的 为他辩护 是什么用心呢 不管环球时报出于什么目的 看发了此文 该文对于雷正复呢 不会有丝毫的帮助 相反民众这个批雷啊 批环球时报啊 批中共的这个呼声啊 将因此更加口罩 雷正复的不雅视频拍摄于五年前 已经落马的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主政期间 南都曾报道 雷正复当时因为被邀匣 曾主动向薄熙来坦白 案件由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王立军负责处理 并在2009年侦破 但包括雷正复在内的诸多官员 国企高管并没有因此被问责 相反一些官员还继续获得升迁 英国路透社在5月3号报道说 涉及不雅视频的11名官员 和国营企业负责人 都是薄熙来的权力基础 有海外分析人士观点认为 如果没有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 与薄熙来被双开 雷正复的腐败 与不雅视频案 也很难浮出水面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雷正复案件的开审 也从侧面表明博案的开审 只是时间问题 感谢您好 谢谢你 谢谢大家